鞋背13个来回织好了 织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来收这个侧边 侧边的第一次收针 这边说一下 这个收针的地方要跟这边对称 我一开始这边说了 第一次丢4针 中间2针2针的丢 最后剩下5针或者是4针 如果你这边剩下4针 那你这边在侧边收针的时候 就织4针过来 如果是剩的5针 那就织5针过来 我这边一开始的时候是剩的5针 那我就现在就织5针过来 1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3针 4针 5针看一下 1 2 3 4 5 这是第一次侧面收针 先织5针过来 再正面织5针过来 然后后面的针不要管它 然后到反面来 反面来 然后就是把这个线绕下去 用这个右边的右边的这根针来 直直 左边这根针上的针 就是5针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拉紧 最后的两针不要直接制 现在要收针了 收针怎么收 就是最后的两针 就是从反面之后来说 最后的两针都是要并针的 直接两针收成一针就可以了 这就是收针 好看一下 收完了 收完了 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动眼 就是这个地方 应该是4针了 1 2 3 4 如果大家就是对这个地方 具体从后面怎么往前支 不知道怎么支 这边做个记号 家里有不同颜色的线 可以做个记号 好 再到正面 再到正面 就要第二次收针了 第二次收针 反正收针都是在反面 都是在反面收 正面的话 每次都是朝前支两针 我们刚刚已经 第一次是支五针过来 跟这边是对称 这边如果你最后剩下四针 那你就支四针 最后剩下五针 那你就支五针过来 就不在这个地方 那一块 估计 就是 对